大家好,我是林芝雲醫師 你羨慕韓劇裡的歐巴 六塊腹肌壁壘分明 自己卻是一大塊團結在一起 我們今天來討論啤酒肚吧 男人到了中年會出現啤酒肚 主要是因為我們隨著年紀代謝率降低 那就會在身體囤積脂肪 男人的脂肪比較容易囤積在腹部 所以會形成啤酒肚 啤酒肚跟啤酒其實沒有絕對的關係 啤酒的熱量當然也很高 可是跟著啤酒一起吃下的那些下酒菜 其實熱量更高 所以啤酒肚是一個俗稱 只要我們身體肥胖就有可能產生啤酒肚 啤酒肚可以分為軟的和硬的 這其實和它的嚴重度有關 如果囤積的脂肪越來越多 整個肚子負荷不了 就會看起來是很硬很脹的 這個時候其實表示肥胖的程度更嚴重 要特別小心 啤酒肚可不可以用抽脂消滅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男人跟女人囤積脂肪的體質不太一樣 女人肥胖以後容易囤積在皮下的脂肪 像是手臂、大腿、臀部 那當然也包含肚子 可是男人在肥胖的時候 他的脂肪比較容易囤積在內臟 所以才會有啤酒肚這樣子的稱號 啤酒肚其實就是肥胖的表現 少吃多動其實是減肥的不餓法門 Tin到一個女人